今次这首新歌叫做《企好》 我觉得是一个会引人思考的一个歌名 这个歌名我们都争论了很久 究竟要选这个还是另一个 但是我第一个instinct 就觉得是这个我比较有感觉一点的 今次的班底有Terry 作曲人和监制 Wyman就是便词人 这个组合是我第一次跟他们合作 在这等词等曲的时候一直都很期待 亦都很兴奋 终于听到demo了 很喜欢 接着又等份词 看完又觉得很重 我很喜欢有很多句的歌词 一看到就会有感觉 譬如说 Wyman就写了一个八字诀送给大家 就是记住挺直腰骨站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画面的 这八个字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 一些不开心 失恋也好 工作上有问题 家庭上有问题也好 很多时候都会 唉 垂头丧气 还有头哒哒 还有不开心 但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 大家可以互相鼓励 见自己好 听到这首歌就听直腰骨 我们继续一起撑下去 所以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都是带着一个 其实有一点带着一个 比较复杂的心情去唱 因为这次去唱 就不是单一的身份 是有两个身份在 第一个身份就是 大家一听过 在第一个节目的时候 还有去到第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好像闺蜜聊天 我好像在安慰着我的闺蜜 但是去到第二个节目 所有的你就变成我 那怎样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其实是威文的一个小心思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懂得去安慰人 是因为我们自己都亲身经历过 我们知道那种的痛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 或者当中很复杂的心情 或者当中有什么的困难 因此会有一个同理心在 所以去到 唱第二个节目的时候 就会有我 好像去安慰人的时候 不知不觉自己都说得很激动 然后就把自己的经历 都说了出来 所以我录的时候 都去想这个画面 开始可能去鸩定一点 好像真的聊天多一点 然后就慢慢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就去到MV了 MV这次我有一个 最大的一个 Core的Message 想带到给观众的就是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MV之后 无论你现在经历了什么的困难 希望你看完你都会觉得 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的力量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女主角 两段不同的关系 两种不同的分手 不同的痛苦 可能你会有一些的感觉 可能会触到你 可能你会有共鸣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都会有一个 我们一起去经历的这种感觉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你都要不要去质疑自己的价值 要自爱 要自己站起身 总之大家一起 挺直腰骨站好 其实我都很多年 没有拍一些 storybase的MV 就算有都不是自己演 这次有一种 紧张在这里 因为都一段时间 没有拍这一类型的剧情 还有因为有一场戏 是这个角色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音乐 就是表达到女主角 她经历的痛苦 她的不舍 她很喜欢对方 但是要放下 她的挣扎 她的委屈 她面对的背叛 有很多很复杂的心情在这里 为了这场戏 我都 都紧张了几天 昨晚真的有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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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色的背景 还有如果 我要经历这件事 我会有什么 的心情 这样 那 准备了之后 今天早上第一个 拍摄 就是要拍摄那场戏 其实 也 担心自己能不能进入电影 因为 也一段时间 没有演这些 这么厉害的电影 幸好 最近 我很喜欢听一首歌 一听就会令到我有很多 的感觉 很多的情绪 所以 今早拍那场戏之前 我就再听这首歌 就拿回那种感觉 那就可以投入到 那个情绪里面 今次这个MV 还有其他三个的 Cast 非常多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 Schedule 都很Full 我们是很短时间 去筹备这件事 很多谢他们 在时间上的配合 尤其是 我知道Venus 他本身这段时间 本身今天 他是要飞的 但是因为他收到这个邀请 接着他 看完剧情 他说他很喜欢 他就特意 改了机票 缩短他的假期 因为他结束了这个假期 就要立即进入剧组 那么 是的 我很多谢他 犧牲了他的假期 去 去就我这个拍摄的旗 刚才也有跟他聊天 他就 我很开心 他感觉到 我们今次这个Story Board 他觉得很有感觉 所以他一口就答应 想参与这个MV 因为 我是工作狂 搞笑 因为我觉得 这首歌很好听 还有MV的导演很有诚意 告诉我 这个故事 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觉得这个MV 其实是很Empowering的 我很想成为这个角色 所以很想有机会参与这个MV 很开心 因为 都是因为这个MV 可以认识到这三位的演员 这次我在这个MV里面的角色 就不是做艺术 我就是做一个 我整天都会面对 在工作上都会接触的一个 一个纲位 就是一个监制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试下 第二个纲位 我可能想试下做导演 这个都是我 未曾尝试的 如果有机会 再存多些经验 可能有一天 可以做自己MV的导演 可以试下吧 好